这是令人何等震撼的场景 在黑暗中生活半年的女孩 第一次迎着月光走出 当她睁开眼后 进入出漆黑的瞳孔 下一秒虫子开始从眼眶窜出 掉在地上依旧如动如同毒液一般 随后又化为洪流 将眼前的男人与小孩淹没 女孩名叫翠 在半年前患上见光眼睛就会痛得病 没有一个医生能够找出病因 导致翠的病情逐渐加重 只要看见一些微弱的光便会痛苦男人 好友杨树腾出家中的仓库给翠居住 虽然看似是微翠好 可亲人朋友的态度 也让他明白翠是遭到了抛弃 这天杨树像往常一样 来到仓库给翠替换眼罩 可翠突然说出一件淫秽的事 那就是眼睛内部 其实有着第二层眼瞼 外面的光照不到那里 所以虫子都躲在此处 听此杨树十分好奇 第二层眼瞼到底是什么 随后他根据翠的提示开始尝试 先是把眼睛紧紧闭上 还能看到一些模糊的光不断闪烁 这是因为眼睛没有真正闭上 闭上的不过是所谓的眼皮 所以眼睛在此时看到的其实是眼皮 如果将第二层眼瞼也闭上 才会看见真正的黑暗 此时才是真正的闭眼 轻弱友情提示千万别尝试 因为根本做不到 就连杨树也是如此 随着时间的流逝 杨树也适应了黑暗的环境 渐渐的可以看清物体的轮廓 看到翠在熟练的拍着皮球 杨树十分好奇他是如何做到的 翠告诉他地底下有条发光的河流 把两层眼瞼都闭上就能看到 如果一直盯着黑暗看 渐渐变成洪流 仔细观看观察就会发现 那些发光的粒子就是虫 可每当他想去河对岸时 就会有一个独眼男子出现制止他 不久后杨树母亲担心的事还是发生 虽然杨树将翠的眼罩 还有饭盒都进行过处理 但杨树还是被传染了 母亲十分后悔 如果不是对翠产生怜悯之心 他也不会放任杨树的行为 结果导致这样的结局出现 但他依旧没有怪罪翠 还主动承担了送饭的责任 毕竟母亲也知道 所有的罪过都是那该死的病造成 翠在得知杨树的情况后 心中也十分愧疚 可等母亲回去后发现 银谷居然不请自来 还治好了杨树 银谷表示杨树患病不久 所以并无大碍 但不能再待在黑暗中 随后翠通过发光的河流 给杨树道歉 看到他哭泣的模样 杨树从梦中惊醒 见到他苏醒后 银谷开始询问病情 杨树表示眼睛已经不疼乱 对此银谷说出病因 该病名叫黑暗同虫 通过黑暗繁殖 在杨树体内孵化的时间短 所以能够轻松恢复 但翠的病情就比较复杂 除了虫子外 他长期观看河流 导致眼睛已经中毒 这时杨树才发现 银谷就是翠提到的独眼男人 只是银谷的眼睛 看起来并没有问题 不久后两人来到仓库 准备给翠治病 在看到翠发黑的瞳孔后 银谷便知道自己猜对了 他的眼球已经坏死 接着他将翠带到仓库外 让翠迎着月光摘下眼罩 并在壁上第二层眼瞼时睁眼 漆黑的瞳孔刚露出来 虫子就从里面爬了出来 掉在地上后依旧在入洞 随后化为红流将银谷与杨树淹没 银谷发现虫子后立马提醒翠闭眼 红流开始倒灌最后返回翠的眼中 不过黑暗同虫已经被银谷抓在手中 银谷用力将其捏成几段 同虫被彻底消灭 随后银谷给翠治疗眼球 他将自己的左眼取下 给其诸如液态虫后 一眼瞬间焕发活力 银谷将其放入翠的眼中 一旁的杨树人都傻了 第一次见到这种手术 整个人都被吓猛了 不过他还是好奇 二人口中的河流到底是什么样的 银谷并没有回答 因为他怕杨树忍不住去尝试 当眼睛习惯黑暗时 人们就会失去眼球 去追逐那虚无缥缈的光 然后忘记生命的意义 不久后翠恢复如初 不仅走出仓库 还看到阳光花草 也不再沉迷于黑暗中 那些不可思议的光 只可惜银谷却失去了左眼